不過這個會不會發生在嘉南地區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請教教授 先請教他這個理事長 就是說當然現在有人在講說 也許這個地震會慢慢的這個北移 那如果說這一次這個地震 或者是台東花東這邊的地震 影響到北部的話 那北部的房屋在這樣的這個強震底下 而且剛剛教授講的嚇到我了 哇 可能發生瑞士規模8的這個強震 如果是發生在北部的話 北部的房屋能夠這個經得起嗎 那如果發生在嘉南的話 會比較好嗎 我們雙北總共大臺北 大概七八百萬人 幾乎佔了臺灣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麼這一次的地震 可以講天佑發東 就有一人罹難 記不記得在2016年的高雄美濃 就圍貫到了一百一十四人 隔了兩年的花蓮 有十七個人罹難 就那個規模都跟比這次小 在臺南那一次才六點六 那麼花蓮的才六點四的規模 這次我們到達六點八 所以相對來說 我那天晚上我的家我在護理 在床上我感受六級地震的威力 然後接著兩次很大的余震 都是五點幾以上 那我們現在來看 對我們來講 地震是很遙遠的 花蓮的是不光我們一兩百公里 今天剛剛主任提到就是說 我們臺北地區啊 從一六九四年 在康區三十二年 曾經發生過一次大地震 本來這個臺北湖造成臺北盆地 我今天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是沿著林口台地 這條邊緣 從樹林 新莊 五谷 蘆洲到北頭淡水 從金山出海 三十五公里 這條三角斷層 中間還有一條金山斷層 跟他幾乎重疊 在關渡宇蘭 他跑到底下去了 這條三角斷層啊 距離現在應該有三百多年前動過 那這次我們看臺東 臺東將近六十年 五十九年來 我們一直都平安 沒有什麼大地震 臺北啊 這次剛好給臺北一個省事 我們臺北總共有多少呢 七十五萬棟三百萬戶 都是不耐震的 所以危險老舊就三十年以上 幾乎我們一戶用三個人四個人 幾乎有臺灣將近一半的人口 住在雙北 我講雙北 住在危險老舊的房屋 我們看到那個玉里 這個7-11倒掉了 還有這個橋斷了 其實這個年代都一樣 跟我剛剛講的這個老舊建築物 都在三十年以上的所謂危險老舊 危險老舊的建築物 當時我們的設計的係數 大概只有一百一百五十個格 大家知道嗎 九二一大地震 正央超過一千個格 傳到臺北一百四十公里 我們臺北的測站測到一百三十五個格 一百三十個格就是所謂的五級地震 八十到兩百五十個格 那麼萬一 萬一有一天三角斷層動了 那絕對是六至少七或至少六以上的地震 我們雙北會很慘 六以上地震就受不了了 對 哇這個建築物 這個大家回想一下 在九二一的時候 跟跟這次一樣都淺層地震 淺層地震就大概十公里內 就是七點三 臺東 那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七點三 如果今天很不幸的 發生在雙北地區的 我剛剛講這條三角斷層 那也是又是淺層地震 講講看我們這個這麼多的 在臺北市 在新北市的 我們叫做飯櫥 兩層樓三層樓 那種老舊的建築物 我們政府對於危險老舊建築物 推動要督更要改建 速度太慢太慢 不要去罵哪一個政黨 幾次政黨輪替 這個速度真的太慢了 對公有建築物政府都做完了 耐震能力強力評估 從出坪到享品然後補牆 包括我們那些活動中心 學校 軍營那些公共建築物 都補牆完了 但民間的建築物非常慢 現在我剛剛講了 這個三十年以上不耐震的 危險老舊的建築物 我猜猜估計連十個Percent都沒有 還有還有八九十以上的建築物 這個以我們做設計來講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萬一有一個大地震 你會認為說不可能啊 臺北很安全啊 臺北三百多年 康熙三十多年才發生過 臺北都沒有事啊 就像我現在在護理 在這個發動一樣 我每次花蓮天天在震 距離我們兩百公里 沒事情 這一次啊 的確是把大家嚇壞 在護理啊 在玉理 所以剛好也給在大台北生活圈的人 我們這個臺東的地震一個省思就是說 對於那一些危險老舊建築物 不管你是因為海燒 拆除重建或是因為不耐震 被判定為危險房屋 現在很麻煩是什麼 你看這次很幸運 為什麼都是玉璃都很矮的房子 兩層樓三層樓倒掉就五個人壓在裡面 如果我剛剛講了算了亂省 是在我們大台北生活圈的周圍 絕對不可能像花東 像台東這次這麼幸運 只有一個人離難 是 所以我們這個平常地震發生以後 我們也要趕快檢查一下 自己家裡頭的兩柱 對 有沒有列啦 那才知道這個 這個我來講一下 我們的房子 地震來的時候 主要承受的地震率是 梁跟柱的結構系統 這個梁跟柱 如果是發生在地板或是牆面 或是樓板 那個你還不必那麼擔心 在梁跟柱的上面 如果它的裂縫超過零點三公分 深度超過三公分 兩公分三公分 這時候你要有警覺 就像我剛剛講那個7-11 他如果那個房東知道不要住了趕快走 那六點八他可以躲過這一節 是 那麼我講這種台北也好 或是這次發生在這個臺東 花蓮的地震 民眾去檢查 自我檢查 這個很容易嘛 你拿著手電筒去量一下就知道 那有問題可以打電話給土木 記事公會 結構記事公會 或是我們土木建築學會 那你拍一些照片 你可以LINE過來 我們幫你看看 或者我們會馬上派人到民眾的家裡 先政府 花蓮縣政府 跟臺東縣政府 我覺得政府最現在目前最需要做的 就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些橋樑的檢查 從池上觀山 一直到護理到育理的這些主要橋樑 應該都要去檢查 所以大家這個家如果沒事的話 就拿手電筒照一照 記得這個理事長這個說的 教大家怎麼樣檢測